多個被告由警方安排的車押送到西九龍裁判法院認訊 星期日金鐘一帶衝突中 警方控告80男同16女暴動罪 介乎14至41歲 當中48人報稱是學生 也有教師、醫生、電腦技術員和工程師等 控罪說他們分別在下角度和金鐘度一帶 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暴動 另外報稱是社工的50歲被告許麗明 被控一行襲警罪 控罪說他同日在金鐘度 襲擊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 法院外有大批人聚集 大部分穿黑衣和戴口罩 期間有警車洗來法院的時候一度被包圍 並且有人將雪糕筒放在車底 阻礙警車行駛 無線電視記者 吳海味報導